大家好,又是第13集的香港仔在台湾 今天邀请到发哥姐姐和大家一起吹吹水 我们接着上一集,不知大家见不见 上一集也有说过一些近期我们在台湾很热的me too 那些人都挺放纵的,感觉很不好 放纵真的会令我们很开心很快乐 因为我们想做就去做,没有了一个自我的管制 我们今集就会承接上一集 我们都会讲一下,其实是否真的放纵 那我们才可以获得真真正正的快乐 快乐其实是否真的要自由自在 我们都不去想,没有了烦恼 那就为之到快乐 但是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呢? 对了 但是刚才听你去介绍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笑容很发自内心 好像你是不是很羡慕? 哈哈哈,我千万不要拿着你先 其实怎么说呢? 其实很多人都真的很难追求到真正的开心 因为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我们的天性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 但是很可惜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环境 例如在香港,或者很多高压的城市里面 看了太多规范了 我都承认的,如果我好像一些艺人那样 想做就去做,或者真是 哇,什么都不去想的话 是不是这样是真是最容易得到开心快乐的呢? 真的很多限制,很多管制,我有很多约束的 OK? 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当然,不仅是这一件事的 也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压力,压得我们很厉害 所以这些人常会问 你对上一次何时笑过 是真正的笑,不是假笑的 你刚才对上一次真正的笑 就是你在说很放纵的时候 哈哈哈 因为想象到,真的 即是来罢三分钟放纵 哈哈哈 我对上一次笑真的很简单 很接近的 譬如你和一只狗玩一下 我又已经是笑了 看着它,你觉得很可爱 你又笑了 我自己觉得真正的快乐 可能是要发掘身边的小确幸 或者是今天天气很好啊 我不用拿着大傘出去那么重啊 又或者是今天下了雨 其实也挺好啊,没有那么热啊 我自己的快乐呢 很多时候是一些小的情景和点滴来的 例如冬天的时候很冷 我可以拿着一杯热的朱古力奶去喝 或者冬天的时候我走过那条街在香港的时候 就闻到一些炒栗子味 或者一些灰番薯味 那我又已经觉得是很幸福的了 接着在春天的时候呢 走过那些街呢 接着你看到一些木棉花很大的 跌了在地上 你又有一种,我自己呢 我又觉得很漂亮的那些木棉花 去到夏天啊 你看到那些凤凰木呢 很多 因为我以前住大部的嘛 整条街都是凤凰木 橙红色那样 你又觉得很漂亮 但是有没有试过 留下看一看我们周围 其实这个世界是给了很多小确幸 我们很多的亚洲人可能走过 都会觉得很烦啊 有那么多跌下来的花粉 很骯髒啊 但是其实 我很喜欢小王子 小王子里面是说很多很多 一些不开心的人 但是他自以为开心 小王子说 怎么为之生活呢 你看看上面的星空 你闻一下那些花的香气 有没有这样做过 没有这样做过 其实你 其实你生活没有意义的啊 那我觉得 很多的笑确幸呢 就是 譬如想想想 自己都 有手有脚啊 都身体健全啊 那你想想想 又是很开心 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一群 不过 我不知道 Rick 又可能觉得我很离地 但是明明应该 这些是一些很小的快乐 堆堆埋埋埋 点点滴滴 你就会发觉 其实这个世界 都有多少幸运的事情围绕着你啊 要不然你就会整天都看不过眼 什么都看不顺眼 看不顺眼 这个世界就是很多不顺眼 不顺你心意的东西围着你了 如果个个都好像法国姐姐那样 用一个这么单纯的眼睛 去看这个世界 那就自然会发觉 身边有很多小确行 你看到我单纯 多谢多谢你去插插你 因为呢 很纯粹 你真的看到一些 哇 有一阵微风吹过 都觉得 嗯 已经很幸福了 就是 这么简单 就已经可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你身处在法国啊 或者 就是跟个人的性格是有关系啦 那 真的 我都不能够代表很多人了 但是很多人都好像我那样 就是都会觉得 好像要拥有很多东西啊 拥有了之后 又要再拥有很多东西啊 发现不到很多些很小微的东西 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们要什么 可能要用很多物质的东西 要填满自己啊 这些人经常都会说的 是心里的空虚啊 那其实可能好像你这样 在街上看下 那些 什么飘啊 那些 木棉 是吗 是呀 木棉花 飘了就已经觉得 哇 已经很开心了 你看看你住在香港 这么久的木棉花 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就可以这么纯粹地开心呢 为什么都市人 这么大部分的人 都很难去获得那种开心呢 但是 我在香港见到木棉花的时候 我在香港的 我不是自小在这儿长大的嘛 就是其实我来法国之前 我见到木棉花 已经很开心了 我可能记得 小时候呢 因为我读书的附近呢 有很多木棉花的小学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那个时光 其实有很多东西呢 是一种回忆 然后就会回到那个时光 然后你就会觉得 没有音无力 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自己 小朋友那时候的心 就是 遗忘了我们小朋友那种 很简单就快乐的心 所以我就可能 很记得昨天 记得昨天 就不是那些不开心的事 就是记得那些很开心的片段 很幸福的片段 所以的开心 是不是物质的 当然你说物质的都开心的 但是物质过后 你又不是贵于平胆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是不是都 想回以前 小时候 是不是都真的会容易些开心的呢 小时候 是不是会简单些 因为小时候 就是我都觉得 以前小时候 都真的没有那么多烦恼 那些人都会觉得 开心是因为真的可以无拘无束 就是不会想那么多的事情 不会那么多的压力 四四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压力 只有我们很压力 小时候 最多是考试 策研等等 我成绩又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理会 但是也真的很开心的 一放中学 就会跟别人去打篮球 或者去跑山 都会去玩 就已经很开心的 不需要那些很重物质的东西 就是你刚才说的 小时候我们很多时候 都已经是遗忘了很多很多 但是现实的 我们大过了 反而那些人经常会说 真的大过的时候 都真的 入了这个社会 都真的很难真的笑得出 或者都真的 有什么绝对好笑 哈哈哈哈 你笑的时候 那些人还会说 那么低B 那么幼稚 有什么好笑 哈哈 那么天真 或者那些人就会这样想 那些木棉花飘过有多好笑 好自然的事 是啊 但是那么自然的事 你有没有曾经留一留心 这个宇宙这个世界 曾经愧震过你什么呢 木棉花不是到处都有 比如法国我就没有木棉花 你明白吗 所以其实不是必然的 很多事情不是老讽的 有很多事情不是必然的 今年的木棉花可以仍然出 就是说 这个地球都没被我们毁灭到 就是连花都不出 那你刚才有提过一点 就是 是不是因为我去了法国呢 所以会这么简单呢 那其实法国人是挺简单的 那阿Rick呢 我知道你呢 就是准备了一个 2023年的幸福指数的表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 法国其实呢 和香港呢 其实呢 又真的排得挺前的 我对于香港 这个2023年的一个 叫做全世界的法律指数呢 我想大家都猜到的了 就是猜一下哪几个国家 是真的排得很前的 其实都真的 我都觉得是 有迹可寻的 就是说是都有原因的 ok 我想很多人都会猜 是一定不是香港啦 因为香港真的 很高压啦 那我看回那个报告 显示就是 最快乐的地方 是在北欧的芬南 嗯 那除了北欧之外呢 其他的北欧国家 都排得很前的 就是挪威啊 瑞典那些 那我自己都近了 都去过北欧的地方 是怎样的 我首先觉得 那些人很帥子 和很帥女才 本身 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开心 所以生下出那种 帥子帥女的磁场 还是怎样的 我爹很喜欢高大的人 所以我已经觉得 去到已经很快乐啦 有金白蓝眼 通常 那我以前 在法国读书 读法文的时候 有很多北欧的同学 在夏天的时候 那法者会和他们一起玩的 因为我去亲读法文的地方 都没有什么亚洲人 那我就会和他们一起玩 那有几个北欧的女孩 那我们就会放学一起玩 那我们放学做什么呢 那些亚洲人 去逛街啊 去逛街啊 吃东西啊 他们不是的 他们说 我一定要去海滩 除了北欧之外 另外那些 爱尔兰 比较北的地方 的女孩也是 我都要去海滩 那我就去海滩 香港也有很多海滩 那去海滩 我以前去海滩 都很快走的 就是我又免得 你知道 在法国这些地方 没有香港那么多 那些 换衣啊 或者是沐浴的地方 就在那里曬 然后呢 就曬到 太阳没有了 才回家的 那接着第二天 我就说 今天做什么呀 去海滩啊 有海 天天都去 那接着就问他们了 他们就说 哎呀 因为其实呢 我们北欧啊 或者我们的国家 都有海滩的 但是因为 因为我们就算夏天 海都很冷的 不下得去玩的 所以呢 我们呢 来到法国 当然要天天去海滩 那接着就很开心 天天去海滩 你看到他们呢 其实呢 就是对于一样东西 都很单纯的 刚才你说的 单纯 就是觉得去海滩 就很开心的了 所以 可以天天去海滩 作为我们这些 大城市的女孩 就哎呀 又去海滩 我想去购物 去享受下午茶 就是 是的 就是那个民族性 或者那种 国家的文化 真的很不同 重复做一件事 我们都觉得 又做 会不会很不同 每天是这样的 香港人不可以悶 是的 香港人又不可以悶 而且都真的要 每天的娱乐 都真的要有所不同 真的 他们真的可以 这么纯粹 做一件简单的事 就这么开心 而且呢 经常都笑 就是经常做同样的事情 就会特别开心 而且呢 我想问呢 经常都会游泳 就是经常都要晒 那他们就会有很多雀斑 那他们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们不害怕 就是他们不会觉得 有雀斑就不漂亮 可能有穿搭 是 很爱的 大家的手机眼光都真的 是啊 那他们呢 除了说 就是简单很开心之外 那 北欧的国家 人口不多 这么大的国家 其实都是几百万人口 那你照顾起来 就方便一些 那 还有人与人之间 你走出街 都不会搏搏搏 是不是呢 还有他们的政府 的福利都比较好的 所以呢 其实当然 物质上面 他们不会说是太优秀的 那 那 还要大家想想 其实北欧其实是 就是 譬如很冷的 其实我们六七月去都要买件外套 就算日光一百的时候 接着去到冬天的时候 就是日光日照时间很短的 但是 所以其实呢 北欧呢 多人是有抑鬱症的 因为 你日光时间短的嘛 但是仍然呢 都可以呢 在最后一个国家的 头那几名 那 那 物质啦 那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他们都很自由的 自由得来呢 他们是有一种 很 尊重 其他人的自由那种 就是不是好像 Rick想象那种 我要自由方中 但是不管其他人 是不是 就是 其实自由的底线是有的 就是不要防外其他人 不要伤害其他人 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自由 而不是自由 只有我有 其他人呢 要听我洗 或者是 为了我的自由快乐 要给我伤害 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 这个报告他们都写了 说 芬兰的人 会认为 法乐的因子 是不外乎自由 信任 平等 安全 这些因素 才会令到他们这个国家 就是有这些快乐的因子的存在 也都会迈向这个幸福感 是的 不如信任 你觉得现在香港越来越不信任大家 是吗 嗯 所以这个都可以说 那个环境之间 环境影响到我们 或者那个 亦都是人与人之间 这些都会有影响的 那种情 大家还敢不敢去投资 这个情 觉得投资了出去 会不会有回报呢 但是其实 大家都会有一个黑板化 就觉得外国人一定会比较好一点 一定会是很开放的 那其实都真的 你除了 譬如你不要说 一些欧洲的大城市 譬如巴黎 那些人都比较冷漠一点 因为大城市不行 但你去到一些非非大城市 其实那些人都真的 很有人情味 整个社区 譬如我这里整个社区 是知道了 有些什么 我都少外出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里有一个亚洲女孩 那个亚洲女孩 是哪个哪个老婆 有时候 他们碰到我老公 他们说 你老婆怎么样 最近很少见她出街 他们会互相看一看 关顾一下大家 虽然和我不熟 但是都会关心我 那你是不是觉得 八卦虚言 就算八卦虚言 八卦虚言 其实她也是在关心我 香港人就这么八卦 一个是什么事 但是我就会 对 虽然说 人与人之间 我常常会说 人情味 或者社区之间 那个临隶的情 都会是其中一件事 增加我们的快乐感 或者都会觉得 这个环境又觉得 是很有人情味 又会安全 或者我们都可以去做 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都很重要 所以刚才说 自由平等 这些元素 都尽于我觉得 才会 才会促成一个地方 有这么高的快乐指数 而且我觉得 一个快乐指数 可能他们的人民都自信 人民的自信心都挺强 他们都会开心 我是一个丹麦人 出街我很自豪 我是一个法国人 尤其是他们会爱自己的国家 譬如法国都是头二十多 刚才看过的表 都算不是TOP10 都是TOP20 或者20头 那法国人呢 你会 为什么法国人会那么幸福呢 其实你都 我比较近法国 即我住法国 你都会知道 法国人很多人 都可能是有 那些焦虑症的 常常都会食药的 或者是抑郵症 但是他们仍然都是 幸福的国家 那又是 物质是OK的 我们的政府都比较左交 所以有很多人是不需要 或者是要睡街的 那些 要睡街的那些通常都可能 染了一些毒癮 或者走癮 令到他们的钱 用在这些地方 但是我们 不用钱的 就是有很多东西 不用钱的 但是你都会是可以感受到 譬如走一条河 他们很喜欢走一条河 你如果在包里 你看到很多那些地标 你又觉得很漂亮 这里有很多化妆品 有很多名牌子 每个人都很喜欢去看艺术 这里你要看艺术 很方便 每个人都喜欢去博物馆看东西 我就是很典型的 一部分香港人 去到博物馆就走一圈 然后就去买套套套走 但是这里不是的 他们真的很喜欢去探究历史 探究艺术 他们一个下午去罗浮宫 一个下午去看画 他们又觉得很幸福 而他们是为了自己 有我们这些 不要 这些假扮了 我今天去看了 麗莎 我今天去看了 是为了给人看的 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我看到 法国人当中 你说那种纯粹 其实是有的 那种纯粹是 可能去插一下花 一个下午 或者去做一个花圆 一个下午 他又觉得很满足 带着狗去逛街 去吸收一下新鲜 去逛一下森林 就像大叔那样 他逛过森林 就觉得叉了电 我们这些香港人 又骯髒又骯髒 又多蚊 是吧 很多东西 我们 反而我在 刚才你这样说 你说到法国 那么好 但是也有那么多人 有些屈症 我们可能在下一集 有机会 再说一下 这样的城市 都会有人 有些屈症 我为什麽呢 我们就未必 在这个集数里面 我会和大家去说 反而可能 之后最有机会 再和大家说一下 所以 刚才你讲了一件事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快乐 其实都是要 满足自己 你自己 在一个环境里面 很安全 很能够做到自己 选择做到自己 可以让自己开心的活动 这样 因为香港 不是的 真的 你可以数一下 在香港 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可能只有星期六 或星期日 甚至有些 星期六日 都会上班 而平时 他们都可能要开OT 哪里有时间 去选择自己 想做的事 画画 看牢浮工 或者散步 去放狗 所以 刚才我就说了 一个快乐指数的国家 通常政府 可能都是会 比较多福利 而香港 就算有福利 大家都是觉得 碍于 不行 我不可以靠 别人养我的 民族性 刚才你也有说过 民族性 但是在香港的时候 上次的心态 我们永远的目标 都是说回心态 我认识很多人 可能生活 都是比较 可以打两份工 但是你打两份工的期间 你是会怎么想 为什么天气 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 但是转一转 心态 其实你真的需要两份工 对不对 就是你的生活 你真的需要两份工 你就会想 我都挺幸福 在这个时势下 我需要两份工 我有得打两份工 我捱一两年 捱出头天 就是你不可以 一直 辛苦的时候 我捱的时候 哎呀很辛苦 我捱啊 什么时候完 那就应该不会完 因为你的吸引力 发生 但是你是欣然觉得 这是我的机会 我是会感恩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你就会 那条路会更光明 因为你自己看到 其实是你拥有的东西 但是 譬如你打两份工 我认识一些朋友 都打两份工 但是现在 科技发达 其实你有很多 可以回到家 就可以放松 比如看书 或者是听一下YouTube 或者可以唱一下歌 就算画位 你拿一张纸出来画 都可以 对不对 现在都应该是有价放的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一代的年轻人 或者是再小一点 可能一些老了的 可能就是 难点找工的 但是所以 就奉劝大家 在年轻的时候 就真的要 积国防机 也都是 不要浪费钱 去做放松的事情 譬如有空 我刚才说 你走路 即是你 工与工之间 你走路上班 你见到那些花草树木 都是一种 向你鼓励的一个信息 所以其实 小确幸的东西 不会因为你是打两份工 还是一份工 天是会对你不公平的 花仍然在那儿 香气仍然在那儿 大家走过的 一样是很公平的 不会你闻少些 他闻多些 不会因为你有钱 没有钱 而天是对你 大自然对你 是不一样的 我喜欢唱法调 其实你求求那样东西 其实都是 是的 打两份工 都可以很开心 很快乐 但是其实 就真的少了时间 me time 其实现在 经常都会说 有没有时间给自己 属于给自己的时间 叫做me time 就是给自己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他做了两份工 我觉得他真的没有时间 回家都已经很累了 那哪有时间 做自己想做me time 的事呢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都真的 未必 想做一个 full time 的 job 或者都会觉得 要享受多些人生 不要到老的时候 就算你想享受人生 都没有气力 所以现在我听到很多 都是会 可能会做自由工作 或者 给自己多些时间 他都不想要赚很多钱 是要令到自己的生活 更加 自己想过回自己的 多些选择 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人 现在又叫做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从这件事 衍生出很多 有些人的想法 是很容易开心的 就是叫做 享貌主义 或者即时 先玩了 先玩 不要想太多 我现在做了些工作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亦都会这样想 就是什么呢 先开心 不要想不多了 先开心 先做自己想做的 到其时再想 有什么问题 那些是要特别开心的 其实每个人的选择 刚才说了 你自由的 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不要伤害到其他人 这个自由的底线 但是呢 你刚才说的 就是不要想太多 就很开心 就是这一刻的 第二时 你要打两份工三份工 你就不要说 为何天敢对你 因为是你自己 在你年轻的时候 选择这个选择 是不是 重要啊 刚才我说的 打几分工那些 可能是没得选择 因为可能他已经有家庭 然后结婚 生了个儿子 当你有家庭 有小朋友 你的选择又少些 刚才你说的 责任人 我不会说不好 不过呢 每一次做任何事 要想一下自己 后不后悔 还有要想一下 结不结婚 生不生孩子 因为当你的生活 是要那么放纵 的时候 是不影响其他人 但是 你要想一下第二时 你适不适合结婚生孩子 因为结婚生孩子 是牵涉到其他人 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的 所以 每做一个选择 其实 你是为将来 铺了一点点东西的了 所以第二时 将来自己没有什么钱 或者又说 那么不公平 整天都说是自己拿来的 到时就不好 怨天尤人 又说 因为我小时候 谁带我去哪里玩 跟着 大过了 我就敢敢敢 又在那里骂人 那就不好了 任何事 自己的脑 都是自己的选择 当然 有些人 是真的 在说一些病 他本身 出身 也不是太差 所以 他本身 环境 条件也不是太差 是否会更容易快乐 还是要看人 这个 我不知道 可以再想 但是你刚才说的 也是真的 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 选择了快乐 即时行乐 即时行乐 是真的 可能到了 晚年的时候 是否会很惨淡 其实有些人的 价值观 他会这样的 我现在有多少 那就去洗多少 将来的东西 都不要想太多 就是 不会想太多 很长短的东西 很多时候 那些人 为什么会这么烦恼 令到自己 很难 开心 快乐 他们会想很长短的东西 想很长短的东西 又会担心 我半年之后 或者一年之后 我退休点 然后他们就会想很多很多 是不是容易 这样想的人 就会困难 快乐 就是我做一个很简单的对比 有些就只是 及时行乐 我先玩 将来的 我将来才去面对 那其实你想 为什么想长远 就会不快乐 那如果你想想长远 就会很麻烦 想长远的时候 哎呀又怎样 哎呀又怎样 为什么想长远的时候 不可以想一些 开心点的前景 越想的时候 就越开心 都很不明白 为什么一想长远就是烦恼 然后你不想 不代表那件事不发生 我想说 是吧 你不想 你不未语寻 不想定先 然后前面有个哄的 如果你想清楚 可能你会兜路 走 你现在就跌了下去 那我们旁人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 你自己拿来的 是吧 我不觉得不想的就是快乐 就是我自己认为 不想的就代表那件事不发生吗 只不过你是逃避的 它始终是会发生的 对不对 所以 我是不是很理解这一套的思考模式 它不是说 不去想 不想得太远 就是 只是可能想 几个月之后 或者 就是 不会想很长远 很长远 那些人会想 很长远的那些 他就会想 哎呀 之后的生命如何 或者我应该要找多一份工 或者其实 我应该要怎么去 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样 就越追就越多 那这些人 是不是会比较难 那些人会快乐呢 因为他会想很多一些 如何去改善自己 达到某个目标之后 要再追另一个目标 再追另一个目标 这样 那有些人就会 刚才说了 其实那个快乐 源自于不是你做些什么 是源自你的心态 当你的心态 是正面调回可惜主念的时候 无论任何境界 你都是快乐的 但是你的心态永远不转的话 你做了多少 你做些什么 你都觉得是被迫的 你都是觉得不开心的 那不是你做什么 令到你开心 是你的心态 你见到什么 你决定你自己开不开心的 不是说我见到什么 就会觉得开心 譬如我见到我的狗 我觉得很开心 但是你见到我的狗 是不开心的 就是每个人的选择 或者品味 或者各种东西 都是不同的 我不能够告诉你 我自己做两份工作 当然不开心 但是有些人做两份工作 很开心 你明白吗 所以你要找一个 教正自己的心态 譬如有些人 我也看了很多短片 有很多年轻人 做很多工作 然后你买到一层楼 就觉得很满足 他们很开心 其实他们都是辛苦的 他去草了手棋 去做他的目标 其实都很辛苦 有很多人去追求梦想 整条路都很辛苦 但是他追求梦想的时候 很惊激满途 但是他也是很快乐的 所以我们旁人觉得辛苦 可能他不觉得辛苦 而自己身处当中觉得辛苦 是因为你的心态摆不正 又或者你年轻的时候 你做错了都决定 现在你可以弥补 你可以有工作 你可以继续可以 所以在将来囚谋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要觉得幸福 因为一切不时太迟 哇 今天都真的听了很多 所以如果给你 可以有一个叫做快乐的方程式 如果有的话 如何计算出来 里面有什么元素 加上加上 就会有快乐的呢 我也会觉得快乐的终极 是否叫做幸福感呢 每个人的幸福感 当然不会很相同 但是 是否累積了越多的快乐指数 就会迈向终极目标 就是会有幸福感呢 我想问一下终极目标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在吸引力法则 也要说过 你其实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很多人都会说 要钱 要有钱 那有钱之后 为什么要拿着搭钱 睡觉 你要想一下 其实你想要一个什么生活 去到最后 你也是想个心灵满足 和幸福感 刚才你说 有什么方程式 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不是呢 你和我已经不一样了 你时说我离地 是不是呢 我经常觉得你太密质 我把钱给你 都很高兴 你把钱给我 那我也很高兴 不过可能没有你 我会那么高兴 比如刚才你和我说 方程式 我就想 如果出到家 全部美女 其实我已经很高兴了 可能那个美女 不是我 但我出到家 整个美女 你会觉得 很美女 或者那些人出到家 每个人都是穿好美的 我又觉得很高兴 就是 每个人的幸福指数 未必是 比如我 比如我老公 今天不用我煮饭 我又觉得很高兴 或者今天帮我洗碗 我又觉得很高兴 其实每个人 都是好像我说 就是 不要老讽 就是你觉得 人家给你一些善意 其实不是必然的 当你觉得 人家给你善意 或者你觉得 啊 今天也有点好彩 比如我下到家 立刻 巴士刚刚好 等我才走 那样 又下到家 我要很赶急 但是有的士 刚刚下了 这些我已经觉得 是一个幸福的一天的开始 大家 就是要 开始 方程式是没有的 但是呢 有些方法的 就是你开始在身边 每一天 去想一想 那些点点滴滴 这个世界 其实对你不太差 例如 我们至少是一个 身处和平的世界 和一个和平的地方生活 这个世界上 任何地方 很多地方 不是任何地方 就是很多地方都发生灾难 天然的灾害 或者是打仗 或者没有饭吃 或者是没有自由 那我们刚才提到 幸福指数排名很厚 那些最厚的地区 是非洲 因为非洲 我们看到可能物质上 一般 然后可能 他们都是有一些 没有自由的国家 内战 他们连生命 生死 都不能掌握 没有人可以掌握 生死 但是他们更加容易脆弱 其实我们有些什么 可以 跟着 可能你说 你经常跟一些比较差 比较 其实比较就已经不快乐 你不明白 那你是要比较 那我就告诉你 你可以给一些 令到自己开心一点的东西 所以 都是 活着 其实是一个幸福的 我想说 但是要转一下心态 所以 简单来说 其实快乐 是没有方形式的 每个人追求快乐 都是不同的 最终 我们要清楚自己 喜欢什么 或者想要什么 最终能够达到什么 就是我们心中的合佛感 虽然 我在这里这样想 其实 我们今天听到 其实 是 很多东西 我们生命之中 或者我们的身边 其实都可以 有很多小复合的 累积了 其实都可以 令到自己开心 因为我们 在揣满我们自己的心态 还有 就算我们身处在非洲 只要我们懂得转念的话 是不是都可以 每个人心中 都会成为一个分难呢 就是 好像说到很难 其实可以 像你所说的 香港 看到一些木棉花 都可以很开心 所以 每个人心中 都只要你懂得转念的话 没有一个方形程式 但是你都可以 把你心中的快乐 然后可以 呈现出来 所以 每个人心中都可以 是分难 即使你身处在非洲 是不是 其实 非洲 有很多 你看到他们 很喜欢跳舞 唱歌 其实他们是一个 这么艰难的环境 其实他们都是快乐 比如 大家都知道 所有非洲人 我就没有去过他家 但是大叔就去过他家 探望他的亲朋戚友 他们是一大班人 住在一起 有些穷点的亲戚 可能是电灯 即电是没有的 没有水 但是他们的生活 都是很快乐 即他们都是一大班人 一起吃饭 然后他生活 没什么钱 但是他也是 拿了些钱出来 买了一些纪念品 给大叔 你会觉得很感动 其实 好 我们今集又听了很多 所以有时快乐 是真的需要用钱去买 亦都不是要这样做 我觉得 所以 都真的好似今天 他所说的 快乐是没有方程式 快乐可以不需要用钱 就可以获得 所以我们清楚自己 究竟想要些什么 然后达到我们自己 终极的 自己认为的幸福 好 那我们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题目 希望大家都找到自己心中的分难 好 再一次 多谢各位 拜拜 记住要怎么样 好 subscribe like share comment 还有按小铃铛 好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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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错